在此宣布韓國瑜就是我的小草 我全力灌溉栽培韓國瑜 不批評 可是韓國瑜顯然 他在這一拖 他希望大展身手 對不對 人生起起落落 被罷免兩拖 對不對 立委被罷免 市長被罷免 起起落落 這一拖韓國瑜一定要好好罷免 對不對 好好罷免 你看你心裡 你剛剛先當選就要先罷免 不是說他是你小草 我就有藏不知 立馬招之心 藏不住 正好 我再調整一下 你的小草 我再調整一下 韓國瑜一上面就瘋狂 找職務代理人 我就講對不對 昨天副院長找江啟臣 對不對 江啟臣見外賓的時候 他就喊Good morning 之後就全部交給你 他Good morning喊得算 有這麼輕鬆 可以啦 乾杯 他們家是開雙語的 OK 就是這樣 你要跟他說 HOTARA不是這個英文 沒有 應該要直接講 HOTARA 開頭喊Good morning 中間張啟臣結束喊Cheers 這樣一個就OK 張啟臣應該不太會出包 然後原本孝翔把尤錫婚 叫來當辦公室秘書長 對不對 因為原本的是說 辦公室跟尤錫婚一起用 孝翔叫尤錫婚來當辦公室主任 對不對 尤錫婚斷軟拒絕 老子吃吃不幹 再次宣布韓國瑜就是我的小草 我全力灌溉栽培韓國瑜 不批評 可是韓國瑜顯然 顯然他在這一拖 他希望大展身手 對不對 人生起起落落被罷免兩拖 對不對 立委被罷免 市長被罷免 起起落落 這一拖韓國瑜一定要好好罷免 對不對 好好罷免 你看你心裡 你剛剛要先當選就要先罷免 不是說他是你小草 你剛剛要說怪責他 我掉了 藏不住 是馬招之心 藏不住 正好 我再調整一下 你的小草 我再調整一下 韓國瑜一上面就封喊找職務代理人 職務代理人 我就講對不對 昨天副院長找江啟臣對不對 江啟臣見外賓的時候 他就喊Good morning 之後就全部交給你 他Good morning喊得出來嗎 有這麼輕鬆 可以啦 Cheers 他們家是開雙語的 OK OK啦 對 就是這樣 你要跟他說Hotara 不是這個英文 沒有 沒有 應該要是在講什麼 Hotara 開頭喊Good morning 中間張啟臣結束喊Cheers 張啟臣OK 張啟臣應該不太會出包 然後原本孝翔把尤錫 叫來當辦公室秘書長 對不對 因為原本的是說 辦公室跟尤錫益齊用 孝翔這樣尤錫 來當辦公室主任 對不對 尤錫跟斷亂拒絕 老子吃吃不幹 好 那現在找了這個 所以他只是為了韓國瑜 老子不幹 好 那沒辦法一季不成再生第二季 找周萬來 第二季周萬來 對不對 立院活字典的字典 尚義傅是立院活字典 火化石 火化石活字典都是一樣 尚義傅說他自己這個 那時候不會都去問周萬來 王院長不會的時候也都當 那個去問周萬來 因為2014年就離開了 中間10年有些變化 可能需要惡補一下 周萬來是厲害到什麼程度 厲害到他是出三本書 講立法院議事規則的 很多助理要看過才能當助理的 這厲害了 所以韓國瑜真的是蠻會用人的 蠻會用人的 你看他高雄市就用李四川 李四川他知道他需要職務代理人 對不對 他不在乎這種排序或面子 可是韓國瑜還是要克服一個 早睡早起的困難 還記得嗎 那時候韓國瑜當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說這個市長8點就上班 可是記得在家門口堵 1點多才出門 從車上開出來 後來韓國瑜還聽一張說 他在洗衣服的照片 有沒有記得 他說他在家洗衣服 所以比較慢出門 所以韓國瑜還是要克服 不然第一天上班就沒有來 這樣不太對勤 但是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我們都知道 未來四年最大戰場在立法院 這是唯一的舞台唯一的戰場 有點類似什麼 2004年的王精平 那時候國民黨在野 唯一有的舞台就是在立法院 所以王院長那時候在調合體態 真是不錯 還跑去跟馬英九初選總統 所以之後還輸了 所以確實我覺得 王精平那時候這樣做 韓國瑜現在也會這樣想 國民黨 開心 開心嗎 當然開心 大獲全勝 怎麼看待這個事件 我們那時候罪傷哪裡 我們那時候本來民調選總統 拉得很近 後來輸了很多票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們講小草小草 小草是不是投給柯文哲的年輕人 我們有五十萬 那個就是我們國民黨的韓粉 是國民黨 可是沒有投給侯友宜 卻投給了柯文哲 才造成二三名這麼近 這五十萬叫韓羞草 很愧疚你知道嗎 這五十萬 這五十萬回來了嘛 因為你是個爛咖嘛 你柯文哲 專門說我們開心 第一個 我跟你講影響多深遠 對國民黨以後的權力結構 講給你聽好不好 第一個院長我拿到了吧 怎麼樣 我們厲害吧 政務院長都我們 第二個 總招有戰功嘛 聽起來很搖掰的樣子 我盡量謙虛了 第三 最嚴重是什麼你知道嗎 下次朱立文連任主席明年 可能沒有對手耶 他穩住盤勢了嘛 這個話講太早 有可能 我跟你講 今天不見得 我說有可能 我不是說一定有可能 因為盧羞恩 老父是同舟計畫破格回來的 回來沒多久當總招耶 老父會支持他做嘛 做朱立任 韓國瑜不能選嘛 只剩一個趙套康嘛 我插一句話 盧羞恩不能涉嫌對不對 我就主席的位置 國民黨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沒有當黨主席 被提名的總統一定輸 就是國民黨的歷史經驗 你總統候選人沒有兼黨主席 沒有贏過 所以朱立倫要繼續當黨主席嘛 他還年輕嘛 那下一個總統候選人一定也是輸 他想他自己就要當總統候選人 你在說什麼 你動作朱立倫退休啊 直接宣佈賴清德連任 你動作人退禮嗎 賴清德還沒就職 我繼續講 是不是這樣 你意思就是說 只要是黨主席還是朱立倫 保證賴清德連任成功 我們中小平雖然低調謙虛 還是要讓他好好的講一講 我跟你講 終於認 我們這些寒羞炒五十萬人 這些寒粉 終於認清楚 你這個柯跟黃是怎麼搞 韓國瑜一次一次出賣他 所以韓國瑜謝天謝地 跟金馬獎頒獎一樣 就沒有謝老柯皮好不好 他知道這一局 最後一天還想把他弄死嘛 我說綠跟白還在談 就是還在談正的 正的當然是綠 白的還想給黃三三 就把他幹掉他的院長嘛 他差一點也沒當到院長 我怎麼會感謝你 你們合起來弄我好 所以我們開心的是 今天柯文哲大敗 他回到變成綠的範圍前綠 黃三三變成正綠 又回到提名他內湖南港的懷抱 民進黨的懷抱 然後黃三三又壞 黃三三怎麼壞呢 我覺得你們藍綠 真的很奇怪 綠的說白的是小藍 你們藍的說白的是小綠 我覺得無情 第一個 卓榮泰主席跟黃三三是有交情的 他那時候提名他有幫忙 就理量幹掉高家瑜那一場 2016 第二個 你是最綠的光譜 你在所有的八席裡面 民眾黨 你馬上說沒有用的五十一席 翻臉跟翻數一樣 這樣誰敢跟你做朋友 這樣很可怕 人之間沒有一點溫暖跟厚道 我覺得很可怕 又吹牛說 我跟你講 我本來院長是我 是因為我們不要新潮流 不要蔡議長 我才沒院長 你不要往臉上貼金 誰要讓你當院長 這對師徒胡說八道 而且自大狂妄 集於所有的一切 我們政治可以完成這樣 所以你說這件事情 不是傷柯文哲 也傷了黃三三 黃三三結束了 最傷當然是黃三三 黃三三還有什麼價值 你再選人看 黃三好像改變族裔 兩個雙黃對調 選台北市跟新北 黃國昌 黃三想選新北 黃國昌想選台北市 我據我了解的這個概念 因為他曾經找一個人 要去選當炮灰 到新北去選立委 但不容易中 跟這個人講說 他要佈局想選新北 你說黃三三 對我孤隱其名 我保留消息來源 我不會像柯P會 一直會出賣陳永新這樣 我不會 我跟他不一樣好不好 然後就他 可能會有這樣的佈局 那你到新北 又怎樣嘛 你台北選了一次 第二次當然就弱了嘛 不可一敗再敗 他大大的影響到 他新北的機會 即使選也可能十幾趴 也不是二十幾趴 足以拖垮國民黨的票 那情況對我們國民黨是有利 難怪你奮不顧身 趕不忙的貼他是森綠 他真的是綠嘛 他說他是森綠 他都可以接受 他可以妄想接受民進黨 讓他當院長 幹掉元席 你看這是什麼人嘛 再拉回來 那之後 投完院長 就是幾個重大的法案 藍白的攻防 誰跟誰合作 這是關鍵嘛 我跟你講舉例說 這個NCC投票 我認為藍白是一起的 舉例說中天恢復 我就不相信柯文哲敢去支持 中天赴臺 這每個議題都很重大 我講四五個議題 真正的攻防這四年的焦點 然後退休軍工教的替代率 你要怎麼走 你白要怎麼走 然後潛艦 你要不要對付黃曙光 綠的會動他 我認為賴會動任何的弊案 那我們更會追打黃曙光 你黃三這樣的態度 黃三代表白嗎 他是八分之一 所以真正的議題的攻防 好看在這裡 這幾個 所以傅昆琦 他現在明白了 民眾黨的虛情假意 但是還是會 一案看過一案 應該合作還是要合作 當然是 只是說這個 懷疑的心要多一點 對啦 防人之心不可無